中選會二十一號上午邀集各政黨代表 舉辦第八屆立法委員選舉政黨號次的抽籤 國民黨由立法院長王金平代表 民進黨由部分區立委名單排序第一的陳傑如代表抽籤 結果台灣國民會議一號 人民最大黨二號 民主進步黨三號 台灣團結聯盟四號 中國國民黨五號 新黨六號 健保免費連線七號 綠黨八號 清明黨九號 中華民國台灣基本法連線十號 台灣主義黨十一號 以政黨選票 如果可以投出百分之五以上的選票的話 就可以依比例來分三十四席的部分區立法委員的席次 而中選會也公布這一次政黨票的投票樣張 並且表示 已經在十七號開始宣導政黨票 不過抽籤的過程中 台灣國民會議的代表陳家軍 在會中大聲抗議 要求政黨票應該要有政策辯論 被主委張伯雅制止 一度要求請出會場 而這次立委選舉 由審定合格的十一個政黨 爭取跨越百分之五的政黨票門檻 而中選會表示 在明年一月十四號 市立委合併總統大選 將會有政府總統 區立委 以及政黨票三張選票 而未來也將密集宣導如何投票 記者綜合報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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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